基隆市政府由市长谢国良亲自主持 在环保、振风等单位的陪同下 向外界说明 目前基隆BOO的灰扎最终处置厂 原厂商合约届满后的后续非灰固化物处理问题 市政府有信心在环境永续的原则下 做出最合适的处理 请市民放心 要跟各位报告 我们的垃圾跟后续的掩埋固化物的处理 都会暗藏进行 不会有问题 请媒体朋友跟市民朋友放心 再来我们在评估永胜的一个续约与否 是考量到基隆整体永续的环境 跟实际上本身这个BOO案 对于基隆市民跟对于基隆市是否有利 做出一个最佳的判断 并且法律上财政部在111年的4月 有来了公文 让我们认为在法律上会让公务员现有一些疑虑 过去也有相关的判例 因此在到7月中之前的讨论 我们比较认为说 这个在法律上对我们来说 会让公务员陷入风险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李亮杰 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